提取Oliver Plunk 身负的时候 黑暗的开口随即出现一张苍白的人脸 狠狠的往外看了一眼之后 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而拍摄当下的红房秘密基地 外国一名男子与其他探险家有所不同 他不是什么灵异爱好者 他的职业更是与灵异无关 而他是一名专业摄影师 经常会带着模特儿到各地的废墟进行拍摄 并将拍摄的过程和成品上传到网络上 这一次来到了他最喜欢的拍摄景点 于是把所有的拍摄过程给记录下来 打算与他的粉丝们分享 这一次的拍摄地点是一所废弃已久的教堂 他很兴奋的来到了这里 因为这里是他理想的拍摄景点 但是这次的拍摄过程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它是一种暗的地方 它是一种暗的地方 i'm going to show you guys my favorite place to go downstairs in what I call the red room the red room is place I go once I'm done shooting for the day just to kinda look at pictures Alice see if I need to retake anything reedit anything show you why its called the red room It's pretty cool When you turn the light off during the day It's got a nice tint of red I'll show you It's a little dark now but You can't see Come down here, it's peaceful It's quiet 觉得男子心智勃勃的介绍他的小基地的时候 意外的拍到了一个让人鸡皮疙瘩的画面 在黑暗的深处 一个黑色高大的身影静静的坐在椅子上 第一次他还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 于是打开手电筒再次看向那个方向 没想到真的有人坐在那里 而且下一秒黑影就站起来冲向男子的方向 下着男子当场拔腿就跑 他一边揍骂着 幸运的是男子毫发无伤的逃了出来 可惜的是他再也不敢回到他最爱的红房了 神父的亡灵 一名YouTuber来到了一间教堂 拍摄到了一段诡异的影片 在1679年 爱尔兰天主教神父Oliver Plunker 因天主教信仰而被捕 当时这被英国君主认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而他在被处决前被关押在伦敦的新门监狱 但是怪异的是 在240年之后的1921年 Oliver Plunker神父的人头 被移动到爱尔兰德罗赫达圣彼得教堂 而且还被放在一个装饰华丽的玻璃盒子里 圣彼得教堂甚至展示了 Oliver Plunker神父当时被关押在新门监狱的监狱门 在死刑前的八个月 Oliver Plunker神父都在那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而YouTuber这次的旅行途中 来到了圣彼得教堂 他站在监狱门前拍摄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还把一些灵异的画面拍了下来 在古老牢房门上有一个小小的开口 当女子提取Oliver Plunker神父的时候 黑暗的开口随即出现一张苍白的人脸 狠狠的往外看了一眼之后 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而拍摄当下的女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事后检查画面时 才发现这个恐怖的画面 或许这张苍白的脸 是当年那位传奇神父的灵魂 被镇压在监狱门内 经过多年之后仍然无法离去 欢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斯特有苏 我是疯狗边 周一是周五 每天周五十二点 小编造口夜 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 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 拜拜 白色长裙的女子 日本著名的灵魂探险频道 专门到日本各地著名的灵魂景点探险 甚至有许多让人感到非常恐惧的地方 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拍摄素材的最佳场所 更令人敬佩的是 他总是一个人行动 这是他来到的灵魂景点 是闹鬼非常凶的房子 传闻 在这间房子内 曾经有一家人在这里 集体上吊自杀 也导致了这间房子被荒废至今 没人敢住进去 异常平静的开始 让他有点感觉无聊 他环顾四周发现 除了各种废墟之外 什么也没有 接下来他发现了一个动物的尸体 而这个动物尸体的出现 随即打破了这平静的夜晚 不会的 蚂 這裡有個雖然 這是股養! 比他們的雖然 這裡有個雖然 有個雖然 這就有點重 喔! 這裡有個雖然 很難看 坐在心裡最悪 臭臭臭 這邊是洗面署和便宜 我們去看看 這邊也很臭 臭臭 男子一邊探險一邊碎念著 對周圍的雜物感到好奇 他卻沒有發現 在一個房間的角落裡 一個非常明顯的白色長裙 正懸浮在半空中 在手電筒照射下 完全忽略這個裙子的存在 經過後製調量之後 赫然發現是一個長髮的女子 靜靜的躲在黑暗角落中 似乎打算對這個外來客 保持盡管的態度 而這個女子 似乎對男子也感到非常好奇 因為在之後不久 他又再次拍到了這名女子 與陲營的雌 そこにもでっけえ骨 え、為什麼這麼多骨 這麼多骨 還沒有? 有點難問題 尷尬 大 από這名還沒有? 你不在意 这间诡异屋子 四处都看见了小动物的尸体 除了一些凌乱的杂物 男子依然一无所获 于是他决定埋伏蹲点一个地方 打算看看可以拍到些什么不一样的画面 很快的一个诡异的画面出现了 在毫无外力的情况下 房门自己关上了 男子往前查看 发现房门后面什么都没有 同一时间另一个房间的摄像机 马上就拍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 躲在房间阴暗的角落里 似乎对摄影机的存在感到非常兴趣 白衣裙子女子的出现 都是在男子后制的时候发现 让他对这一次的探险拍摄感到非常满意 在YouTube有一个频道 专门收集各种灵异影片 其中一支影片 引起了粉丝的关注 纷纷留言猜测 到底影片中黑色影子是什么 这支影片是由监控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一个长相极为怪的黑影 悬浮在半空中 动作也非常诡异 不像是人类认知范围内的生物 反而先是畅游在大海中的人鱼 而形体上来看 也不像是一个人 或者是其他影片会出现的鬼影 这个黑影的动作极为难测 它静静的浮在空中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间剧烈的挣扎了起来 上下不停的颤动 然后在监控摄像头范围内 开始游动了起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影子感觉像是人类受到极大的痛苦时 会发生强烈挣扎的程度 而在下一瞬间又突然间恢复平静 像是睡着了一般 来回几次之后 这个影片就结束了 但是始终没有人知道 到底那个黑色的身影是什么 有人怀疑拍到的是外星人 也有人表示 人类的认知依然有限 或许是不知名的生物 只是它们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而这次只是刚巧拍到了它们的存在 接下来的影片是一名抖音用户上传的 影片中像是医院里的监控摄像头所拍摄到的画面 只是与刚刚不同的是 这次拍到的灵动现象显得更为激烈一点 第一个影片内的许多东西 在毫无外力的情况下被大力的打乱着 像是椅子突然被往前推 铁柜内突然被打开 之后还又上传了几个影片 影片中一闪电梯门以及不合理的速度关上 之后又再次被打开 诡异的是电梯里完全都没有人 第二次要被关上的瞬间 被挡住了一下 然后缓缓的打开了 整段影片像是小孩在恶作剧板 不停的玩着电梯门 最后一个影片是在医院的转角处 一张轮椅缓缓的出现在走廊 在没有外力的推动之下 轮椅像是被人操控着一般的转身 然后缓缓的朝着摄像头方向靠近 稍微停顿了之后再转身离去 整个轮椅的走向行云流水 感觉像是有人坐在轮椅上操作一样 让人不得不怀疑自己的眼睛 有任何惊悚或灵异影片要和我们分享 请email自己下邮箱 我们下一期来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